大家好 歡迎收看溫哥華看樓團 我是Leo 今天和大家來到Burnaby東邊的Edmond's區 大概距離Metrotown 8分鐘車程左右 看一個一房加書房的單位 這個單位是有兩年前幫一個客人買的 而且剛剛成功出租這個單位 用來投資的 不少朋友都問我 Leo現在買一些投資單位放租嫌疑 今天和大家參觀一下這個單位之餘 亦都可以有些參考價值在租務市場上 我不說太多了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樓 Let's go 這個屋卷是2019年由本地知名發展商Classy建的 一共三座的住宅大廈 超過800個單位 和這個六層高的辦公室 很遠名稱叫做King's Crossing 我們今天參觀的單位地址是 7303Lobolin 第三期的一個中高層單位 三座大廈都有concierge的服務 由早上8點到下午4點 今天我們參觀的單位 室內實用面積644尺 一個房間一個書房和廁所 大廈一共30層樓高 總共有三部電梯 入到單位裡會先經過書房 開放式廚房才來到客飯廳的位置 管理費每個月275元 地稅一年1828元 單位屬於東北作響 冬天的時候可以看到北面的雪山 前面附近都沒有高樓大廈遮擋視線 望遠一點還可以看到Faser River 和Mon Baker 客廳轉角位的落地玻璃門 後面就是單位的露台 大約60呎左右的尺寸 比較標準 不算很大 客飯廳位置和睡房一樣 都有9呎高的樓底 客廳有足夠的深度 除了梳化之外 窗邊還可以放多一件傢俬 落地玻璃窗 加上轉角位的露台門 有足夠的乾線入屋 新的建築一房單位有600多呎 也算大 所以這個單位的佈局 可以安排到一個標準尺寸的飯廳 在廚房和客廳中間 我們終於來到整個單位的主角 就是這個廚房 Cressy這個發展商 一直以他們的廚房設計 作為住宅項目的賣點 先讓大家看看那個Pantry 一房單位來計這個儲物量 也算龐大 大量的入場廚櫃 櫃門都是South Closing Carnatop下面都做了不少的櫃桃和暗格 歐洲品牌的廚房電器 而且用上一房單位非常少見的 五透明火煮食爐 雪櫃做在另一邊的廚櫃裡面 還有一載一右兩部雪櫃 平日一房單位我就未見過這樣的配置 廚櫃頂也有空間和燈飾 可以放酒和飾物 而雪櫃旁邊的廚櫃 是一個大型的spice rack 拉燙架 方便放東西 看了廚房那麼久 是時候看看睡房了 都是標準的尺寸 放了一張Queen Size床 兩邊看到可以放到床頭櫃還有位置 房裡也做了落地玻璃的燙門和玻璃窗 方便出露台呼吸新鮮的空氣 衣櫃不算很闊 但有些深度靜靜方方 差不多都夠位置放 書房位置在單位正門和廚房中間 做了兩道入場的燙門 整個空間大概50呎左右 都夠位置可以放一張單人床 或梳化床做客房 單位門口左邊的走廊位 就是通向洗衣房和洗手間 有兩個星盤那麼多 亦是一房單位少見的設計 不過沒有浴缸 是用淋浴的設計 這塊大玻璃鏡後面放了LED燈 照鏡時應該有美顏的功效 單位配備中央的恆溫冷暖氣 冬暖夏涼 出風口放在天花上的位置 業主或單位放租兩個星期 反應都不錯 很多人上租 最後以1850元不包家具的價錢 選了一對在內陸省份移居 過來工作的年輕情侶 她們都是專業人士 公司有代表幫她們找租盤 業主放租也安心 單位包括一個車位和Locker 大廈四樓有一個空中花園平台和會所設施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些設施都未開放 包括這個可以融立到50個親友的大型營會廳 有兩層高的健身室 室內籃球場和壁球場 屋遠正確位置是在Edmonds及Kingsway Metrotown以東的4公里左右 地點來Skytrain站都不算近 要走14分鐘大概1公里 不想走屋遠樓下就有巴士 3分鐘便去到車站 由Edmonds站到Metrotown 只有兩個站的距離 5分鐘的車程 去溫哥華丹Train都是20分鐘鬆一點 在今天介紹的第三座下面 已經有大型的超級市場 三座住宅大廈和Office下面 都有其他的地鋪 現在開了的就有這間越南餐廳 和這間即將開張的韓國料理 而在Edmonds街過條馬路 最好就有更多的咖啡店 商店和餐廳可以選擇 如果這樣都不夠 可以走5分鐘來到HiGate Village 這個商場在區內配套算是齊全 有不同的餐廳超市和銀行 之前都有和大家介紹過 除了買食飯方面之外 由屋遠走過來Edmonds的Community Center 都是3分鐘左右 這個大型的社區中心裏 有不同的文化和康樂設施 例如健身室、球場和泳池 不過因為現在疫情 就不方便進去拍片 在Community Center後面 就是Edmonds Park這個社區公園 這裏遊樂設施齊全 還有網球場、籃球場 天氣這麼好 看看有多少人出來玩 今天的介紹 除了令大家更加熟悉這區 和看了這個單位之外 都可以了解一下 本地的租務市場需求和實際情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今天會不會有選出 我們下一個好幾位 我也要跟我說 我們下一個好幾位 才能下一個好幾位 воз一會 我跟我們下一個好幾位 小朋友 可以做好幾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